1934年2月26日 蒋介石密电陕西省政府主席邵立子 要求将王太奇就地正发 此时的红26军已在南梁打下一片新天地 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王太奇 却在西安身陷淋于生死一线 他是如何被捕的呢 1934年1月 部队在行动中听说 山东人民军刘贵堂部到了御陕边境 为了发展革命武装力量 王太奇同志想利用他过去 在旧军队中的人事关系前去活动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出去放一把火 施党委慎重考虑到王太奇的安全是关键 纷纷劝留他先不要前往 但王太奇始终关心革命大局 急切地盼望着能够早日争取壮大武装力量 昂至个人安危于不顾 一再坚持自己做兵运工作有把握 施党委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 不久 王太奇南下化妆进入白区 途经纯化县通润阵时 被旧乡时保安团团长马云从出卖拘捕 押往西安 王太奇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 从零游起义 卫化起义 要线起义 一路走来到担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 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狱中时 中共组织和第十七陆军中的进步人士多放营救 但由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严密监视 终未成功 对于来劝降自己的养虎城部旧友们 王太奇泰然自若 反而劝慰对方 希望十七陆军能为全国团结抗日事业出一份力 我生在三秦 长在三秦 革命活动又多在陕西这块土地上进行 若不能生还 就让我长眠在这块对他有养育之恩的黄土地上 1934年3月3日 王太奇在西安从容就义 年仅二十八岁 一路披荆斩棘 一路凯歌高奏 从赵金到南梁 革命星火 终成 辽元之事 106年3月15日 岳柏 jam